欢迎收看4月1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甲级营造商东兴营造 于花莲县府最近三年有12件工程由东兴营造得标 控波及工程进度 县府建设处回应目前清查相关工程 将请法务律师审议标案起约内容 并研议后续的法律问题 东兴营造今年完成绝标工程有4件 绝标金额最高的是4409万元的 阳光电程设施火灾拆除 及修波与地景营造工程 及工融公园设施改善工程 泰巴朗即是广场部落驿站建构工程等等 也都是东兴营造得标 民众也都相当担心营造公司 是否能够如期完成得标的工程 这边如果都停工该怎么办 完了完了 你看你觉得呢 你觉得该怎么办 就要看政府啊 那对这边的商家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当然啊像这样没有完成 做到一半的话那怎么办 县政府建设处指出 初步清查可分成三大类 包括了已动工且目前施工中 已完工且尚未验收 以及刚得标尚未开工 比较麻烦的是施工中的案件 该如何收尾 那现在就是我们大概 他财产被夹扣压之后 大概他在整个资金调度 还有这个工程施工上面 应该都受到很大影响 那目前我们大概了解到的是说 他的资金没有办法 已经被冻结 那我们可能要就我们跟他定有的这个契约的关系 那找一些我们府内的采购单位 还有这个法事单位 以及我们的这个法律顾问 要研究一下那依契约 那依相关的规定 还有采购法的规定 我们后续要做什么样的行李 而本周也将和县政府法务人员 律师针对契约内容来做审议 会尽力想办法解决问题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